小白学习量化交易MT500 大家好 今天的课题是 如何用西行代码写出胜率91%的量化交易策略 提醒一下 本频道内容都是为了学习研究品物直接使用 如果需要代码对照编写的同学 可以点赞评论私信我 首先打开我们的MT5软件 然后点击左上角这个IDE图标 或者我们按F4 打开这个MT-Edit 就是我们这个代码编辑的页面 然后点击左上角的创建新文档 可以按Ctrl-N的快捷键 然后选中EA交易模板 点击下一页 在名称这里给我们这个文件 几个名字 我们就叫 Class1 SimpleTimeby 然后点击下一页 这些先不选 下一页 完成 然后就 它会生成一些代码 这些都是自带的 一个MT5的模板 我不喜欢 我替换为我自己 喜欢的一种风格 好 这就开始写我们的具体代码 第一步 Include Trade Trade.mqh Trade Trade 这个的意思就是导包 也就是Java里面的导包 如果是Python的话 就是引入酷 酷的概念 在下一步 是 声明 自定义参数 Input 代表的是 可以让用户输入的意思 如果不带Input 就代表的 只是声明一个 程序里面使用的变量 不可以地方输入 第三方输入去更改 一个参数是开单时间 第二个是 止损点位 第三个是 止盈点位 我们这个策略 的 只有 一个 开单要求 就是 只开买单 这个后面我再讲 继续 OnInnate方法 初始化方法 OnInnate方法 就是销毁的时候的方法 OnTicket 代表 每一个报价都会运行一次 这里面的代码 然后 第一号代码 获取 我们的限价 也就是 ask价 用 SimpleInfoDouble 的 Simple ask价 就获取 我们 现在的 买价 第二行代码 目标价位 就是说 如果我们做了一笔 多单进去 我们在什么地方 止盈 这个TP Point 就是 我们之前 在这里写的 意味着它是可以 在外部进行改变 可以是 10点 也可以是20点 也可以是30点 总在变化的 因为是做多 所以我们的止盈 就是用限价 加上 你想要赚多少点 得到的这个价位 就是我们止盈的价位 同样的止损 止损 多单的止损 就是用限价 减去 你预估的 止损的点位 止损 然后是 获取当前时间 Time Current 为什么要获取当前时间呢 我先把这个开单条件讲一下 开单条件 第一个是 当前没有持仓 避免远续开仓 这是第一个条件 当前不能有持仓 第二个条件 就是到指定时间 开仓 只有在指定的时间 才开仓 没有其他条件 怎么获取当前的时间呢 首先 是使用 Time Current 获取到当前时间 然后再使用 Time To Struct 把它转换成 一种Date Time 类型的 日期 或者时间的结构 然后到开单时间这里 首先 我们是判断 第一个条件 当前没有持仓 也就是Positions Total 等于零 Positions Total 的意思就是 获取当前开仓的单数 如果你当前 开了一张欧美的单 又开了一张美日的单 不管你是多单 还是空单 所以它意味着 就是你持仓两个 然后下一个条件 就是说 到指定时间 再开仓 我们Time Now 就是获取的 当前时间 当前时间 Hour 就是小时 Open Hour 就是 我们在这里定义的 几个参数 开单时间 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 之后 才可以开单 我们这里的开单 是用的 Trade类来做买单 因为它 这个类比较 它 封装的函数 比较方便 Trade.by 第一个参数 1代表的是 你要下多少手 你可以是0.1 可以是0.01 我这个要看你具体的 要做的品种 我这里演示 用一标准手 第二个参数 Symbol 代表的是 你要做的这笔买单 是要做在什么品种上 是黄金 还是欧美 还是美日 这里Symbol的意思 就是 获取当前图表 上面是什么品种 就做什么品种 下一个 Ask价 这个参数 代表的是 你要在什么价位 做进去 你要在一块钱买进 还是两块钱买进 还是一块五毛钱买进 Ask价 记得吗 我们之前获取的限价 Symbol 代表的就是 止损价格 前面讲过 TP 同样的 目标价位 后面这个地方 就是 你可以在这里 写一些 你自定义 想记住的一些东西 其实它这是一个 相当于注释的概念 你可以在这写 by 也可以写 sell 都可以 这就已经写完了 我们进行 编写 点击这个位置的编写 也可以按 F7 然后我们看这个地方 No arrows No warnings 代表的是 没有报错 也没有警告 程序 一切正常 点击 F4 也可以点击 这个地方的图标 回到 我们的MT5 点击设置 然后在这里面选择 我们刚才 写的 那个 代码的生成的程序 就是这个 class1 simple timeby 这个是我之前做 测试的时候写的 不用管它 这是我们刚才写的 class1 class1 simple timeby 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选择 我这里选择 每日 一分钟 日期 从2012年 一直到 2023年 11年时间 仅使用开盘价 入金 以外 然后 把这个构写上 用好看一下 参数输入 栽仓时间 22点 晚上10点 支损点位 100个点 止盈点位 10个点 小止盈 大支损 可以想象 这个 胜率 会有多高 点击开始 好 它这个跑得太快了 我把它暂停一下 不然我们都看不见它了 看不见做单的逻辑了 首先还是关注这个地方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12点21 也就是12点 我们刚才写的开单时间是22点 也就是晚上10点 我们等待这个时间到22点时候才会开单 可以加快一点 现在是16点 18点 好 放慢一点 不然等会错过了 你看这个地方 当前时间22点 跟我们的代码逻辑是一样的 开单时间22点 开一单 止损 一分钟啊 一分钟的话显得这个不好看 错误看吧 可以看到这里是将近10个点 这里是100个点 跟我们代码写的预期一样 代码没有问题 运行 将会速度 好 好 运行完了 带码 逻辑都是正确的 这个自营曲线成绩不会太差 看一下 看一下 6.2的采收率很不错 2800笔交易 胜率是91.93 差不多92%的胜率 很可以 回测 回测最大回撤是18.48% 连胜的话是最大连胜80笔 最大的连续止损是3笔 可以啊 胜率还是蛮高的 92% 我们这个 主要的代码可能就是1234567 连行 主要的代码 好 这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点赞评论 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的内容 好 下个视频见 拜拜